大家好 我是我爱阿猪阿子 今天是2021年1月4号星期一 今天我做一期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节目 今天是102期 昨天做了一期节目 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 我在去年的12月最后一天 做了一个盘点一下被上帝收了的假基督徒 就是丁坚强 那次在做的时候说要团灭 好像上帝要团灭中国民主党 今年一开始没多久 当时有个感染的大风 也就是梁冠军 他也死了 而且我没查到他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的确查到他是中国民主党的 梁冠军 中国民主党本人洛杉矶中国民主平台成员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党员 然后他是不是基督徒 我没有查到 但是他有一个很关键的能力 他竟然是和原力 就是强奸犯远志明的学生 有来往的 他们成立了什么基金会 那就是完全就是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的人物 我以前说过基督教的那个中国民主党啊 他而且是完完全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啊 就是建的马大为汪明嘛 汪明是主席 中国民主党整个要运用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来来装点 来装点他们的那个党啊 其实是假搞那个太平天国嘛 所以说你看 他们那个真的是好像被团灭了啊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就再来做一切啊 他们不会悔改的啊 当然你说这是概率也有可能啊 因为我不说了嘛 就是海外的中文媒体 基本上是被党控制了的嘛 比如说像我们真正的基督徒 中人也死了 也有可能得新冠病毒死哈 但是都不会有名气 都不会在网上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因为比例也很少嘛 就几十个几百个 哪想他们了 他们成千三万的卧底过来了啊 所以说死 你感觉好像也是老是死的他们的人啊 哎 你看啊 他的确是死了 啊 所以我说一下这个梁冠军 就是上次我说的是啊 大佛嘛 成道的时候什么什么的啊 为他们祷告 哦不管用啊死了哈 梁冠军死了 呃 然后是丁建强死了 他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 看到没有 这是标标准子呢 我做的这两期节目 你们去看哈 95期和94期 还有98期哈 全部都是有关中国民主党的啊 他们由于他们是以假冒上帝啊 其实就是假冒基督徒来在骗基督徒来从事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嘛 所以说哎 当然我不是现在了 但是我看到这个消息我竟然感到很高兴 哎 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会会得中国病毒死掉啊 就是得中国病毒死掉 但是他们这个过于离奇 但你刚才我说了也不见得是过于离奇 由于他们控制了舆论嘛 所以你看见的活的死的都是他们的消息啊 哎 但是他们看见这个我给他们加巴力 你嚇唬嚇唬他们吧 我这个做这个节目就是嚇唬嚇唬他们 哎 看看他们 哎 还回不回改 那个就像那次有一个人说好像在团灭他们中国民主党啊 啊 他们汪明嘛 哎 他们整个要用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去指导他们的工作 现在又死了一个了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 他的原理就是原致命的学生 强契犯原致命的学生是非常有关系的啊 啊 我们就看这个这个呢可能是一个 哎 可能是个五毛啊 哎 就是 你看我这个节目好像不明白的人好像觉得好 就像以前有一个叫黄燕的人 就是傅希秋 吹捧了一个基督独黄燕的人 他来骂我 他骂我是贡狗啊 我跟他说 我说你骂我贡狗 你才是贡狗 我们来打个赌 随时贡狗啊 说的1999年嘛 1999年 就是2009 2019年 说的是随时贡狗 是随死全家 他不敢给我打赌 然后他就把我拉贴了啊 说随时五毛 随死全家 所以说一样的 那些那些上当受骗的还以为他们在搞什么的 但对我上去说过了这些去搞民运的真搞假搞都不属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不应该去搞这些东西 当然了 你要实在要搞作为你个人的选择你去搞你去搞但是你不能打着基督徒这是教会信仰的这个方向去搞啊 当然你们搞了这就要做好做好那个自取形化的那个后果啊 你要造反当然是那当然掌权者就要杀你嘛 这是必然的嘛 好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啊他真的是死了真的是死了 看一看把那个人吓得够呛 这个叫刘莎莎的那个人也是以前那个呃 刘刚说他也是当然刘刚好像现在也是五毛了 刘刚说他的那个刘莎把他吓住了啊 我们过来看我们慢慢看我们看看这个新闻啊 猿头狗这个应该是猿猿猿猿猿的基督会链接那个 梁冠军自己老常放上去的根本就没征求猿头狗的同意 再说就他们这帮人国内的人在傻叉也不可能给他们打钱 谁想给境外反政府组织有资金来往啊 假境外反反政府组织这其实都是党的人 我想党肯定在流血啊 哎他们连续在死呢 我说从从李博光开始 哎到远志明暴露 呃到唐重荣暴露啊 丑闻暴露这个上帝好像是一步一步让他们的曝光了 然后再加上我这件死争计划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他们迟着是要被暴露啊 迟着暴露 你看现在又一个挨拽着一个我去年发现中国民主党就是汪明的还有其他的啊 呃中国民主党有很多其实都是和他们有千诗千诗万语的联系的啊 现在上帝好像一步一步就要收他们了 我莫名的虽然作为我们基督主也有可能会对 呃新冠病毒死啊这个末世啊 但是我们竟然感到有点高兴哎 我想这可能是这么多年他们骗了那么多人吧 现在是报应来了 报应来了 就像以前 呃我在一个我英文发了一个报应就是诅咒嘛 那有个人用英语说这个年代呢你还姓克尔什啊 姓诅咒 哎我说圣经上有啊 有啊 他们这些人一定会被诅咒啊 他们在传别的福音啊 他们披着羊皮来肯定会被诅咒啊 好你看 呃你和梁冠军之间 是不是有密切梁冠军挂了哈 啊 推名直接民主的推出是梁冠军 河山寿推出是丁剑墙 大风就是梁冠军哈 呃不信了攻击梁 哦耿冠军死了 死心了 哦耿冠军哈 耿冠军我说出了哈 啊 他的气质杨小好像过后看有 有一个杨小的那个哈 哈 啊这是我吗 一 梁冠军 嗯 耿冠 河山寿梁冠军死了哈 呃 他看的是真的死了 我看一下这个 呃就是 呃 有一个人嘛 就是刘莎莎 说是不是有人偷毒啊 应该不是啊 谁啊 谁在乎的都是党的人 党不能偷毒的哈 好 死了我们看那个 呃 哦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罪先发出来的哈 啊 这个人 洛杉矶嘛就是洛杉矶全国总会嘛 就在他们那个地方 就汪名他们那个地方的啊 啊死了哈是真的死了 啊 啊死了之后 你看 呃 有个人叫刘莎莎 看 呃 你看 我感觉不对 这次新冠啊 就是中国病毒 海外民运已经死了两位 我开始感觉不对 何山硕是有基础病 可是大方没用啊 何山硕就是由于他 呃 圣透析 由于他去支持的教会卧底 傅希秋 当务了顺透析嘛 然后就死掉了 哎 我跟你说嘛 他们都是为了他们的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为了支持 撒旦的仆人傅希秋 死掉的哈 这是非常清楚的 由于何山硕首先得了 然后紧接着就 呃 耿冠军得了哈 耿冠军得了 然后他们那帮人 肯定都会接住他们那帮人呢 会不会还会死人呢 完全是有可能的哈 说明这个新冠病毒是相当厉害的哈 弟兄姊妹们哈 本来呃 上帝把教堂 把你们的聚会 跟他们打散了 让你们不要聚会 不要去跟从那些 搞异端邪说的人哈 你们还要为了你们的 呃 党交割的任务 还要聚会在一起的话 那只要是找死啊 所以一定要小心啊 一定要小心 既然 这个病毒来了之后 大家还是尽量少接触别人 但是为了他们 他们为了去支持傅希秋啊 所谓的根子 就在傅希秋啊 那里没有傅希秋 他们由于由于河山寿去支持傅希秋 好 然后他们出去参加那个合动 然后就死掉了 然后紧接着就感染了大方 就是耿冠军 好 然后还会感不感染其他人 这是完全可能的 还有可能 啊 因为他们 他们哈 你看嘛 他们为了他们完成他们的任务 啊 为了一份狗粮啊 还是去支持 这些人 所以说感染病毒啊 所以说 这是没办法的 这样 这个刘莎莎 啊 刘莎莎 你看 他的太太叫什么名字 什么小小 好像是说了的 今天 应该是死掉了哈 过会来看 你看 五号就是杨小哈 杨小 好 好 我们看看啊 要确认一下这个东西啊 嗯 不管了 怎么找不到了 刚才很好找的哈 好 我们再看看 嗯 就是说盯着梁冠军哈 然后我想找找原力 就是梁冠军 梁冠冠军和原力啊 啊 梁冠军和原力的关系 啊 他的气质 应该是死掉了 你看 这是一个小时之前的 呃 你看 你看 你看就是他和原力有关系 你看他叫直接民主 你看看 原力哈 他在和原力啊 有来往哈 原力嘛 都是原知名的人嘛 这是非常之清楚的哈 这个非常之清楚 一点疑问都没有哈 就是看看那个 哦 小小小小小小这个 嗯 他叫小小圆啊 颜 我看看能不能找找 小颜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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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他们看到我的节目也不会回改的 他们反而有可能骂我 你看死了 公义怜悯爱 看见没有 你看这个东西又非常像 基督徒要搞的公义怜悯爱 可能也有可能是假基督徒 也有可能是假基督徒 但是我不想查了 这个非常清楚了 你看他搞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看张展 张展 张展 大外宣开表张展 全是这个都说过了 所以说肯定是 这就不说了 就是反正中国民主党 那个以前就已经证明过的东西了 你看听说了 请节哀生辩 被人讽刺嘲笑的 那些五毛他们不知道 他们其实是 但是也有人还是知道 他们是演戏 也有人知道 他们是本来就是五毛 本来就是党派出来的人 反正你们自己看 里面毕竟还是有些人 知道他们是党派出来的人 看到没有 随时我就说一下这个 好像真的是在团灭他们的 然后过几天 如果他们的那个中国民主党 或者是他们这帮人 还有时代我再做一次节目 我就想看看 好像感觉是美国的那个中国病毒 越来越厉害了 加大也是非常之厉害 我们都两周才出去买一次菜 所以说不管是信耶稣的 还是不信信耶稣的 都有可能会死于这个中国病毒 这是末世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为了党的任务啊 或者是为了什么的那些任务 要去接触别人啊 这个耿冠军嘛 就是先是始于河山硕嘛 河山硕就是由于去支持傅希秋嘛 然后耽误了 然后得了新冠病毒嘛 因为他们要出去搞活动 为了完成党交通任务 要出去搞活动 然后就只有肯定要接住人嘛 接住人就死了 本来上帝就把他们的教会 教堂 他们聚会的教堂 不想让他们联系 给他们打散了 打散了 但是他们要强制 还要去接在一起去拿任务啊 那就上帝只要把他们灭了 当然我是 虽然说不能说幸灾漏祸啊 因为这个人没可能 真正的基础也会临到自己的头上啊 但是我感觉的确是 我一点不悲哀 我悲哀的是 他们还要接住 伤痛受骗 还要接住从事基督教和谐控制计划 那么就在接住死人吧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弟兄姊妹们平安 一定要小心那个中国病毒啊 新冠病毒少接住人少出门啊 打了疫苗之后 也要看一段时间 等彻底的那个病毒消失了之后 再出来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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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